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油上涨0.4% 比特币下跌10% 再次触及至1万美元的心理关口 同样 美元指数目前依然是在地上属蚂蚁 没有抬头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热门话题呢 着重就说一下中国A股再上3500元 我们知道昨天是说到了中国A50和恒生指数 我们今天继续把目光放在中国股市上 昨天呢 我们也看到上阵指数是自2015年股灾之后 第一次又回到了3500元大关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就像之前冯小刚电影中的集结号一样 在我看来就是召集广大投资者重新进场的集结号 是一个给你金光灿灿感觉的集结号 同样也是新一轮大鹏养殖 韭菜收割的集结号 3500点呢 经过整整两年的时间 现在终于回来了 那作为散户投资者 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上阵指数回到3500的第一感觉呢 肯定是 现在3500都回来了 那么4000点还会远吗 我相信如果你是这么想的 那么在中国一定有千千万万的和你有同样想法的投资者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应该来说 当中国的上阵指数爬上3500点之后 有非常多的散户会重新对中国股市开始产生信心 换句话说 会重新开始进场 那么既然要把散户吸引进去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最终上去呢 那你以为管理层不响吗 从2015年股灾之后 从2016年开始 其实各个方面对股市都是在创造各种的利好条件 但是股民的心刚被伤害 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 所以说这个伤疤需要时间才能恢复 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 这个国家对资金进场也好 旧市也好 维稳也好 但是整体大盘的成交量在2016年依旧非常非常之低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17年的5月 也就是股灾的两年忌日 那个时候中国的股市呢 刚刚被宣布将会在2018年重新加入到 不是重新 被2018年宣布到将会加入到世界发展中国家指数基金 在各个方面的利好消息之下 终于主力资金开始动 开始行动 推动了上证指数从2017年5月到现在的一轮上涨 目前累计是上涨了23% 那么作为我们说到的A股里面的核心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央企 和国企的龙头代表A50指数 势必将会从这一次上涨中获利丰厚 而且在2018至2019年度 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A50指数 包括香港恒人指数 以及上涨指数将会持续走高 那么在今年大家除了关注这个股市以外 包括这个指数产品以外 另一个重点我们可以关注的行业 就是大宗商品 我们说的大宗商品不是你的鞋和包容 我们说的呢 是这个石油 矿石和这个黄金 那么趁着现在世界经济逐步在恢复这个背景之下 以及中国的经济在上个季度神奇般的回到了6.9%的高度 现在呢 石油价格已经从我们去年10月份说到的 大约是58块钱 甚至于53块钱 上涨到现在的63块钱 账幅呢 接近于17% 而且呢 从长期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自2016年6月1月2016年初 石油跌破30块钱到现在 油价已经翻了一个翻 虽说现在60多块钱看似很高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当时掉下来的情景 是从110美元掉下来的 所以说现在的油价对比当时油价相对来说 依然不是特别的贵 那么我们知道油价在令金呢 大约是三个月的连续上涨之后 有可能会回调 作为长期的这个投资来说呢 进场点现在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在任何价格 只要是靠近59 58 都是我们长期可以考虑的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只要今年世界经济整体恢复感不改变 中国的经济起稳甚至于稍稍好 这样的情况不改变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通胀 也就是物价将会逐步回升 同时会推动大宗商品 尤其是这个工业品和石油价格的缓慢恢复 所以说在今年对于矿产股 对于石油对于黄金 这一类代表着大宗商品的行业来说 今年毫无疑问将是一个红红火火的上涨年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析 在今年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呢 欧洲将会发布德国的信心指数 同时呢在五点半 也就是大约是这个一个小时之后 日本央行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届时呢会把日本央行 在今天白天时间做出的货币政策声明 做一个详细的节目 因此在今年五点半澳洲时间 中国时间两两半的时候 大家对于日元的产品要密切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典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GoMarkets每日财经典命 给奥赏 中文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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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